大家好 前天出了件大事 本来前天晚上要说的 但是澳大利亚突然买了核潜艇了 就全打乱了 今天我们来说这个 什么事呢 就是维基百科突然对于简体中文的内容的编辑进行了严打 一下子封杀了十几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中文编辑 在讲维基的事情以前我先要表达一个感谢跟致敬 因为几天以前我收到一笔 有人从PayPal上打了一笔钱给我800澳元 我当时吓了一跳 我想是不是打错了 是不是本来想打8澳元结果多打两个零 然后我就按照PayPal的电子邮箱地址 就发了个邮件过去说 您是不是不小心误操作了或者怎么样 或者转错钱了 这个800块钱有这么多 您真的是捐给我的吗 人家后来过了一天又给我回信说 没事 我就是给你的 支持你这个频道 我觉得你做的事情很对 很正确 支持你的 这个是让我很感激 这个是我自从成立频道以来收到的最大的一笔单笔的捐助 第二个我要表达致敬的就是维基百科了 维基百科我们都知道 它是完全依靠捐助来建立 来运行的 这样一个网上的在线的百科全书 你但凡用过互联网的人 哪怕你是在中国国内的 你平时很习惯用这个百度百科 你也知道百度百科跟维基百科相比 那完全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相信所有人都受过维基百科的恩惠 尤其是我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以前是一个纪录片的翻译 纪录片是各行各业什么各种东西 各种也是一个百科 无所不包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你如果要去翻译纪录片 你首先要了解你要翻的东西 而要了解各方面的知识 最好的工具就是入门的工具 就是维基百科了 维基百科它是这样子的 它并不是有任何一个权威什么的 而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进去 编辑维基百科里面的内容 所有人都可以写 所有人 然后你每一次编辑 每一次删改 每一次增加内容 都会记录在案 被所有的关心词条或者类似词条的人都能看掉 所有人都可以对你进行监督 对这个内容进行审核 如果有人觉得这个内容不可靠 就会有一个来源请求 打个问号 到底什么来源 能不能把这个加上 或者有人觉得你这个实在太不好普了 是吧 大家就一起要把它删掉 或者有时候碰到 当有的时候碰到 比如说两拨人就争执不下 觉得这个东西要删或者不删 这个时候就会通过一个类似于投票的机制 当然应该不是所有人投票 按照我的理解不是所有人投票 而是维基百科里面 它会有一些资深的内容编辑 或者叫管理员 你可以认为它叫管理员 由他们来对于 他们相对来说 是往往很多人都是编辑过几千条 或者像是上万条的这个东西 老的维基百科的内容编辑 他们或许有更多的话语权也好 投票权也好 来决定一些重大内容的取舍 而就在前天 维基百科做出一个处理 基本上就是对于中文的维基百科里面的人 七位资深的这样的编辑管理员 把他们全域封禁了 就是你但凡你是从这个IP进来的 不管你是什么用户名什么东西 你就以后再也不要想进入维基百科编辑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能够查询维基百科 应该还可以 那个不然也太不人道了 就是你不能够进入维基整个系统里面 做任何的编辑工作了 相当于是你是彻底的破坏了维基百科的规则 另外还有12位是除去了他们的管理员权利 就是你以后你编辑或许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已经没有权利来进行这样一个重大内容的取舍 或者怎么样子 虽然你就没有相当于是你的元老的帽子被摘掉了 这个相当是打击很大的 因为这些人往往都是曾经被为维基百科付出过几千条 乃至上万条内容编辑的这样一个功勋的支撑 而且我觉得这部分管理员 占到所有的中文的维基百科编辑的比例 应该也是相当高的 而这个事情是因何而起的 是因为前几个月曾经发生过一次投票 投票什么 就是是否接纳另外一个资深的编辑吗 成为管理员 相当于进入元老院 然后大家就投票对这个人 一般来讲维基百科是这个规定 80%的人同意才可以 就是你这个人必须要获得这么多人的首肯 你才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元老 才能拥有这样一个权利 那么在这个投票里面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 就是最后我先告诉大家结果 最后是78% 而且这个投票进行了两次 第一次也是非常接近80% 而且发生了一些异常的情况 所以后来我估计是中文管理员圈里面 大家决定就再延长一周投票 结果还是发生了类似的这样一个异常的情况 什么异常的情况 首先这次投票是中文这个类似的投票里面 支持票数最多的 当然也是反对票数最多的 而且往往是在最后投票期限快到了那个一天 会集中的出现投票的情况 所以其实当时这个整个投票过程都历历在目 维基百科就是这一点 你任何的内容 修改 决策 投票 你都是记录在案的 所有人 而是对公众开放的 所有人都可以查到和看到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把这个地址附在下面 当时整个投票的过程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争议 除了这种现象 就是突然最后好像蜂拥进来投票一样子的 以及投票空前的踊跃 我发现我点开 因为他们要投票这个人 这个人他的身份信息里面是标识 似乎是标识了一些 他说他认为台湾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然后我在那个选举里面的发言里面 也看到很多人在质疑说 这个投票怎么这么奇怪 是不是有人在根据这个人的政治背景 政治主张来决定是不是投票给他 或者说再直白讲是不是有人在拉票 因为相当于是80比20 你必须得超过80% 你只要拉到一个反对票 就可以抵消四个赞成票 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 这样一种博弈 一半相当大的多数是来自于一个中国大陆 维基人用户组的 除此以外的其他的用户组的人 基本上都是投赞成的 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地域造成的意见的分野 这次选举很有可能间接 甚至直接的导致了 这一次的维基基金会对于中文内容编辑 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来自于中国大陆维基人用户组的 这样一个编辑的严厉打击 那么这个处罚的依据在哪边 维基基金会他并没有给出这个处罚 到底是根据什么 或者这些人是犯了什么罪 但是他旁敲侧击地表示 就是我决谋决定封禁这些人 除权这个12位管理人员 同时我们向部分的编辑告知了拉票 关于拉票以及人肉搜索的相关政策 就是跟他们重申了一下 我们是这个政策 要求他们改变行为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就是维基在这里面就是讲 这些人是因为涉及到拉票和人肉搜索的 但是他们没有给出实际的证据 到底是因为什么 具体怎么做的 没有给出 但是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 因为中国大陆的维基人 他有一个QQ群组 有人在这个群组里面爆出来截图 就是这次被除权的一个资深的管理员 中文的管理员 在这个群里谈到了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香港的维基编辑的群组里面 人所有权都举报了 以国安法去举报他们 在维基的处罚通告里面 他还提到说我们已经限制了 对中国大陆地区用户的个人资讯的存取 我们了解到已有用户因此受到了人身伤害 就是因为你的个人的信息泄露了 而受到了人身伤害 结合这个信息我们可不可以认为 这一次之所以被除杀 很有可能发生这个事情 有人的确去举报了 那么这个人他也的确有能力获取到这个人的信息 因为据说管理员他因为权限越往上权限越大 而且同样是管理员权限也不一样 有的人资深管理员他权限更大 他可能能够获取到其他的危机的边际 乃至于其他管理员的个人信息 他掌握了这些信息以后就有可能去定向的举报 这个当然是最黑暗的一个想法 照理说你已经编辑了成千上万个危机条目的人 不应该有这么阴暗的心理 但是我们都知道人性你是吃不准的 那么我们根据公开的信息来看 似乎这是最有可能的 导致危机一下子 而且危机还拿到了某种证据 导致危机一下子处罚了这么多 要知道中文的危机编辑本来人数就不多的 我们都知道中文的危机的信息量知识量 相比于英文的或者甚至其他法语的语种的 其实是比较小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从事中文危机编辑的人 本身就是不多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还重罚了十几位资深的这样一个人士 这相当于在我看来就是把中文的危机的编辑能力 狠狠地砍掉了一大块 那么危机在试图在扩展中文这一块的信息 或者市场的情况下 他依然做出这个决定 一定是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 当然这个只是我基于一个局外人的粗浅的判断 不排除这个情况会实际上更加的复杂 总之我就根据那次的选举 咱们还记得吗 那次选举 里面我可以看到有来自香港的 来自台湾的 来自中国大陆的 来自其他国家的中文的编辑 我向他们都发出了采访邀请 尤其是一些比较积极活跃的当事人 发出了采访邀请 希望能够跟他们了解到 不管是跟那次选举还是跟这次处罚相关的事情 我试着去寻找台湾的采访人 被拒绝了 我找到了 但是人家说不方便接受采访 我试图去寻找跟香港的采访人 也被拒绝了 不是 不愿意接受采访 然后就这个处罚发布之后 前面我们提到的中国大陆危机人的这样一个讨论组 他们似乎有一个网站 他们发布了一个文章 可以说是一篇习文 应该这么说 叫做丢掉幻想 准备战斗 凭基金会全域锁定中文危机人 及马吉丹尼斯的声明 就是处理的主管的声明 我看了这个声明以后 我去也给他们发了一个邮件 就希望能不能就和这个事情采访你们 我刚刚得到了他们的回信 我们在下一集里面 我会把整个他们的声明给大家通读一遍 以及告诉他们是怎么给我回信的 好 那就这样 青山不改 律史上流 下一集我们再见